星雄铁道和元神也太像了吧 元神玩家分分钟上手有没有 至少20个地方让你似曾相识 带你们快速来了解一下 首先是星雄铁道的跃迁 这个就是元神的祈愿啦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抽卡 10抽必出4星 90抽必出5星 接下来是星雄 这就是元石 用来抽卡 古老梦华 就是创世结晶 充值才能获得的 信用点呢 则是摩拉 星鬼通票 就是元神的相遇之源 蓝球球 用来抽长度尺 新手尺 而星鬼 专票呢 就是元神的粉球 用来抽限定up尺 列车补给凭证 就是空月祝福 也就是常规的小月卡 无名勋章呢 就是祭行大月卡 接下来是命图 它相当于元神的角色职业 双手剑 双手剑 而攻 在星雄铁道里则变成了 单体输出 群体输出 辅助 肉盾 行技 天赋 也就是技能 光追呢 元神中的武器 仪器 就是圣一物 星魂呢 就是命之作 忘却之庭回忆呢 就是深境螺旋 一次性奖励的 而混沌回忆则是 每两周刷新一次 均衡等级 就是世界等级 开拓等级呢 则是冒险等级 里程呢 就是经验值 冒险阅历 开拓力 就是体力 怎么样 如果你是原神玩家 是不是看完一目了然 瞬间上手心铁了 已经是同一个公司的 他们的玩法系统 养成机制 有很多都是类似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你私信 到时候我也会做 更多的攻略资讯 带给大家 记得点关注 千万不要错过哦 咱们明早十点 心雄铁道见